那我们现在宣布可以配送出去 是不是我们已经有莫德纳第二批到货的一些资讯 确实你很有敏锐度了 我们当然有所准备 城中16号跨站记者有敏锐度 也不小心偷渡了第二批莫德纳疫苗即将来谈的消息 果然第二批24万剂莫德纳疫苗 在今天下午4点27分运离台湾 苹果新闻网一早就独家掌握到 这批疫苗是由华航负责载运 莫吉斯在台北时间 17号深夜11点48分 从卢森堡起飞 中间中停独拜一个小时 记者飞越中国飞航潜报区和领空抵达台湾 和5月28号运送第一批莫德纳疫苗 避开中国飞航潜报区的航程 有很大的不同 今天抵达了莫德纳疫苗 是台湾先前跟莫德纳所采购的501万剂疫苗 其中的数量 第一批已经在5月28号先送达了4万剂 今天第二批则是有24万剂 运抵机场之后 就得展开相关的封签程序 这一部分呢 我们大概马上到了以后 就开始展验我们的检验跟封签的作业 那我们按照我们的接种计划 那来做施打 那至于在 大家提出来说 在孕妇要来施打 我们大概也会 就是说尽快在剂量够的时候 尽量开放给孕妇来施打 依照相关的指引 莫德纳疫苗在-20度系以下的 运用环境可以存放6个月 2到8度系可以存放30天 两剂市场时间至少得间隔18天以上 疫苗保护力就可以达到94% 陈忠在今天纪录会上也透露了一个小小讯息 那我想大概也不会很久 那第三批也会来了 据了解 下一批41万接莫德纳疫苗 也预定20号 同样由华航负责运抵台湾 一样会从如生保起飞 中庭杜拜 预计20号下午4点 会运抵台湾